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000004 国办函 2017 82号 绝密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7年度秘密曾派和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直旗工作方案的批复 国安部 拟部国家安全部关于2017年度秘密曾派和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直旗工作方案的请示 国安发 2017 33号 收息 现批复如下 一 经研究 原则同意国家安全部关于2017年度秘密曾派和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直旗工作方案的请示 以下简称请示 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 请示的实施 要始终坚持和深入贯彻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官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针对海外敌对势力战略部署的需要 严格遵守我国对美国家安全工作原则 以当前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及中美外交关系区域缓和为契机 进一步扩大对在美反华敌对势力渗透的广度和深度 上述拟部人民警察清分阶段秘密派遣入美后 必须严格按照各自的任务和计划 借以诸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等驻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身份 做好情报收集 相关人员策反 反间谍等工作 同时重点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令完成 郭文贵 程牧阳等开展专项任务 如有需要 亦积极支持 配合 协助助美统战 外交 军情等人员 开展相关业务 三 此项工作事关我国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安全 你不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确保请示的顺利实施 为进一步打击海外反华敌对势力 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 你不要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履行职责 做好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 认真研究解决请示 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及时向国务院办公厅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张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张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超颂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民常委会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中央发达办公厅